再来看一则好消息 今天中午12点03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四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将海洋二号D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与载轨运行的海洋二号B卫星和海洋二号C卫星组网 形成全天候全天时高频次的海洋动力环境监测体系 对我国预警预报海洋灾害 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